欢迎来到六星蛋甜品店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野外摄影师 他们的速度很快 小肺 你干嘛 我在拍苍蝇 你拿的这个是我上次拿到这的羽毛球拍 你怎么把它当苍蝇拍了 不好意思 顺手就给用了 我这不是等着你回来拿吗 谁知道你没回来 我来看苍蝇 他都来了 什么 你不是知道动物们在想什么吗 你帮我听听 这苍蝇想往哪飞 我提前去候着他 你别费劲了 还是我来 怎么样 全解决了 不过我要不在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肯定是抓不住他们 这样 我给你介绍几个织网高手 他们可以帮你轻松捕捉蚊蚊 高手 是谁 他就是蜘蛛 你知道吗 蜘蛛的蜘蛛网尿用有很多 首先论它的食物范围 它可以帮助蜘蛛来捕捉食物 还能传递信息等等 其次论使用期限 一张维护很好的蜘蛛网 它可以使用两年之久 比有些蜘蛛的寿命还长 最后论使用强度 你知道吗 这个蛛丝是迄今为止最结实的天然鲜鱼之一 这样 如果你觉得蜘蛛网好用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我的蜘蛛朋友 帮你把店里堵满了蜘蛛网 然后别说是蚊蚊 就连灰尘都飞不进来 不用了 别客气 这些蜘蛛都是我的朋友 你要什么样的网 我这里都可以提供 真不用了 我的孪生兄弟小福刚救了一种蜘蛛 我有需要就找它好了 什么蜘蛛 你给我也介绍一下 没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 真是太棒了 在那里 是老鹰 说哈喽 拍到了 呼叫小福 小福请回答 是 我听到了 一切都还好吗 好的不能再好了 你给我的滑翔蚕使用说明太完美了 没错 很显然降落是最困难的部分 没问题 奥教授 我把它全部都写下来了 这个嘛 这是你第一次飞行 或许你该降落了 好啊 奥教授 糟糕 我希望它能安全降落 让我看看 我应该拉这一条 不对 一定是这条 一定是这条 别傻了 奥教授 我相信小福很清楚他在做什么 我要试着拉这两条 小福 怎么回事 奥教授 救命 我失去控制了 什么 我被吹离航道了 被吹离航道 我的天哪 小福回答我 你掉了吗 小福 小福快回答 小福 糟糕 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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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踪了 小福快回答 你听到了吗 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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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福快回答 小福 你听得见吗 是 奥教授 我听到了 感谢老天 小福 你没事吧 我想应该是吧 我的滑翔伞被卡在树上了 我想我能下去 不能这样 你会摔伤自己的 奥教授 一 不行 停下 小福 二 停下 三 小福 小福 你没事吧 我没事奥教授 为什么他老是这样对我 现在我在哪里 你带着你的定位器了吗 非常好的主意 在哪呢 我要把它打开 然后我会帮他分析数据的 传送过去了 奥教授 我们几秒钟之内就会知道你在哪里了 太棒了 奥教授 找火的羽毛 上面显示你在一座火山上 你骗不了我的 我在森林里 对 可是那座森林一定就在火山上 还是正在爆发的火山 岩浆流下来了 那些滚烫的岩浆会把所有东西都烧掉 糟糕 所以这座森林在岩浆的路径上 没错 他正在往你那边过去 奥教授 我不想让你担心 但是我闻到了烟味 天哪 我的天哪 冷叫奥教授 冷静 现在是不是可以呼叫猪小妹了 真是个好主意 奥教授呼叫猪小妹 猪小妹 我在这里 感谢老天 小福迫降在夏威夷 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上 别担心奥教授 我会救她的 猪小妹出发救援了 好消息小福 猪小妹在路上了 你快点飞 谁 谁 我们 不是 奥教授抱歉 我只是想把这些鸟赶跑而已 你快飞 做得好 小福 小福 那些烟越来越大了 快跑小福 快跑 快离开那里 好主意 奥教授呼叫猪小妹完毕 我正在天天下围移了 奥教授 猪小妹快点 小福所在的那片森林 着火了 收到了 奥教授 几度波轮推进去 吓 小福 烟好大 快点蹲下 小福也会往上升 所以你蹲得越低就越容易呼吸 没错 奥教授 下面比较好 小福爬吧 快点爬吧 奥教授 我发现了一张笑脸 我也一样 小福 不 奥教授 我找到了有一张笑脸的蜘蛛 蜘蛛没有笑脸 这张笑脸的 这张笑脸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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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要把他们救出去 可是我们要来救你 小福 我不会丢下这些蜘蛛的 天哪 朱小贝 听到请回答 我看到火了奥教授 这张笑脸的蜘蛛 我要把小福从那里救出来 可是怎么救 他一定要救了那些蜘蛛才会离开 别担心 教授 我可以解决 我马上就回来 不行 朱小妹 快回来 小福怎么办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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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福 不行 傲教授 别惊慌 朱小妹她可以解决的 我怎样拿出我的新发明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抓到他们了 可是我要怎么离开这里 天哪 准备 准备 洗澡时间 火熄烈了 太棒了 猪小妹 要搭便车吗 好的 麻烦你了 还有这些蜘蛛哦 现在降下救生汤 开始 走吧各位 我帮你们找一座新的分林 你们做得非常好 小佛 小佛 这就是佛所谓的笑脸 没错 这里还有很多笑脸 谢谢猪小妹 别客气 也要谢谢你们 那是什么蜘蛛呢 现在我们帮这些蜘蛛找到新家吧 好啊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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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这些笑脸蜘蛛它们还挺幸运的能够碰到小福 好 否则它们就遭殃了 我觉得这爱笑的蜘蛛运气不会太差 但是这些蜘蛛它们这个体型也太小了 只有五毫米 它们织的王能有多大 你想要把你这个店全部织满了蜘蛛网 那得要多少时间 不行 行不行 还是看看我给你介绍的蜘蛛朋友 看了这么久 怎么你还没忘记要给我织网 当然了 你来认识一下我的蜘蛛朋友 第一个是狼猪 它是一种大型蜘蛛 全身长毛 性格凶猛 少数种类可以结网 这个不适合你 搞错了 换下一个 第二个是跳猪 它的跳跃能力和视力都十分出色 有些跳猪的跳跃距离可以达到自身体上的三十倍左右 所以它们不通过结网来抓捕猎物 而是锁定目标直接跳跃抓去 它怎么不结网 我再换一个 第三个是黑猎猪 它可是一个精明的猎手 当猎猪移动到它的狩猎范围内时 它会喷出黏稠而带有毒性的猪丝 来进行捕杀 停 我怎么觉得越听越不对劲 感觉手上痒痒的 蜘蛛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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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不是要故意吓小飞 只是口渴了想来找杯水喝 完了 小飞被你吓跑了 谁给你端水 还得靠我 我还得去找另外一个店员 你等等我 好了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的六星半甜品店 我是形象代言人 百变小仙女 小石 朋友们 今天我心情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形象代言人的位置 几几可危 怎么跟你们说 小石 快 给我一杯水 急需一杯水 找小飞 小飞 他不在 我才来找你的 我这没有水 你刚才不是还高高兴兴直播呢 怎么一会就变脸了 因为你来了 所以我不高兴了 因为我 我没怎么着你 你上回你还特别热情的邀请我来你们甜品店 怎么说变就变了 我改主意了 因为你来了 我都快没工作了 好 那你别生气 你慢慢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天 这个陈怡果然是个人才 不仅能听懂动物们的谈话 还能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样的人才我可不能错过 要不我聘他成为我们店的特邀店员 这真是个好主意 明白了吧 原来你是担心我取代了你的位置 可不是 连我们老板都认为你是人才 所以你来了 我的工作就丢了 那只能说你们这个老板他是很有眼光的 如果这个条件合适 我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你 小心小心 不要生气 这样我给你讲个故事 有一天 又到了果实丰收的时候 小松鼠阿卡和小刺猬果果两个好朋友 正开开心心的手拉手去采摘松果 阿卡 看样子我们到中午也采不完 我已经几两块了 看来我的腿太短了 果果 阿卡 你们在采松果 是啊 好帅 一个早上才采这么点 我来帮你们 我手长脚长 跑得还快 好 谢谢你 毛毛 接着 果果 果果 这些都是哪来的 毛毛来帮忙了 全都是他采下来的 真厉害 毛毛 你真棒 太好了 毛毛 阿卡 是你 你好 这是谁采的松果 这些松果都长虫了 这样的松果吃了会生病的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刚刚没看清楚 爆炸性消息 毛毛捡了一个烂松果 阿卡别乱 我下次一定注意 阿卡 毛毛谈 我一定要比毛毛摘得快 摘得好 毛毛 怎么了 你都挡着我找松果的视线了 不好意思 我去那边踩 你又挡着我的视线了 包包 果果 要不然我先走吧 为什么 好像我在这里阿卡不太高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毛毛 阿卡 果果 你看我又摘了好多松果 这个给你吃 阿卡 你把树上的松果都摘光了 那我摘什么 这 阿卡太有本领了 把我比下去了 果果不想和阿卡玩了 果果 不是 我只是想帮你多摘一点 我心里不舒服了 我嫉妒阿卡 阿果果 嫉妒真是坏东西 阿卡 阿卡也觉得嫉妒是个坏东西 果果 你别生气 果果其实没有真的受阿卡的气 只是我想让阿卡知道 他不应该那样对待我们的好朋友毛毛 我担心你和毛毛好就不和我好了 而且毛毛摘果子这么厉害 阿卡 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好朋友不能相互嫉妒 而是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 这样才能一起进步 你说对吗 我们一起去找毛毛解释吧 千万不要让嫉妒心破坏了我们的友谊 因为有一个优秀的朋友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对不起 陈彦 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太好 没关系 咱俩是好朋友 对不对 我们俩的长处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帮助动物 对 而且说到动物知识 你了解的肯定比我多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我原来去野外 那不是玩 我是为了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野生动物 你知道吗 如果我要说我了解的动物知识排第二的话 就没有人敢说是第一的 第一 来 我考考你 又一波神秘海底世界震撼来袭 谁能说出它的名字 有机会获得我的签名照片 谢谢大家 是磨斗鱼吗 看看他们怎么猜的 又是好吃的 铁板鱿鱿 是鱿鱼 鱼 要麻辣味的 真不是鱿鱼 好像虚子短了些 知道这种海洋生物是什么吗 不知道了吧 是不是不能正确说出它的名字 也就这个我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种海洋生物 它叫乌贼 乌贼 很容易混淆的是八爪鱼 知道怎么把它们俩去分开吗 不知道 我来跟你讲 乌贼又称墨斗鱼 它的身形是椭圆形的 而且比较扁平宽大 拥有十条万组 这个八爪鱼它又称章鱼 顾名思义 它有八条万组 它长着一颗圆圆的脑袋 看上去它很聪明 经过你介绍之后 我这下就能够分清楚乌贼和章鱼了 你别说动物方面的知识 我必须向您请教 你别逗我了 陈姨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强项的那一面 朋友之间是不能够相互嫉妒的 发挥自己的特长 多帮助动物朋友 说得好 说得妙 说得乖乖叫 为了感谢你 为了感谢你 我送给你我们店里的吉祥物 你等着 给你 企鹅抱抱 企鹅摸摸的 这是哪是企鹅 这不是茄子吗 怎么让我给你做蒜泥岛茄子 不是 它们真的能变成企鹅 不信你看 爆炸性消息 茄子变企鹅 茄子 对 是茄子 但是 要这种长长的茄子 如果你找到的是圆圆的茄子 那你就只能做熊猫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挑选茄子的时候一定要带梗的 除非你想要你的企鹅没有嘴 然后呢 是不是看上去这一刀很随意 一下子就把长茄子一分为二 哦 你错了 大错特错 因为这一刀决定了你对着企鹅站立的角度 它是直立着的 还是身体微微向前倾斜 还是会站不稳直接掉进冰空中里面 哼 它站起来了 到现在这一步 后面就很容易了 如果你这么想 哦 恭喜你 你又错了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 你要拼速度了 用刀切出企鹅的大肚皮和小脂肪 这似乎并不难 但是速度速度速度一定不能太慢 因为茄子切开的部分会非常快的氧化 如果你手慢了 你的企鹅的肚皮会显得很脏 也就是说你的作品就不完美了 当然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诀窍 那就是削完茄子的时候 把它放在含有柠檬汁或者醋的水中浸泡一下 这样会减慢茄子变黑的时间 如果你都做好了 你的企鹅就可以开始聊天了 看 他们正在开会 是不是在商量怎么欢迎招待远道而来的北极熊 经过这样细致的加工 茄子真能变企鹅 但是我没有那么心灵修小 我还是拿它炒菜 我都忘了 炒什么茄子 你赶紧给我拿杯水 这蜘蛛还等着我给它拿水 蜘蛛 什么奇奇怪怪的 你等着 水 给你 我给你钱 这边 抱抱 摸摸哒 别挡我的路 等 你是我们新来的店员吗 你什么眼神 我这么漂亮 我能是服务员吗 我的水 那你给谁送水 蜘蛛 你知道吗 蜘蛛不小心把小飞给吓跑了 所以只能我给他拿水了 那太麻烦你了 一会儿还是我送过去吧 你先帮我问问孔雀先生 为啥他的弹歌跳得那么好 我在这儿练半天了都不会 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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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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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咔悟 孔雀先生的优美的体态 华丽的舞步 及副节奏感的帅头 真是帅极了 要是我能学会 以后就可以在我的演唱会上表演了 一定会惊艳似座 醒醒 别做梦了 怎么样 你帮我和孔雀咸咸说说 让它是我为图 我一定会刻苦训练 这个一点都不难 但是我觉得你得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对不对 你想一想 平时你都擅长表演什么给大家看 我觉得你一定能够想出来 对不对 这个 想想 有了 你看这个节目怎么样 欢迎来到大猩猩时间 是大猩猩 不知道他今天要制作什么动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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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一只瓢虫 没错 谢谢你 大猩猩 下次见了 再见 这个太好了 大猩猩 怎么气球到了你的手上就变得出神出化 想做什么做什么 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做了一只小标筹 还落在了我们气球花上 好可爱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大猩猩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了 你看你做的小飘虫真的飞出来了 你误会了 这不是我做的那只 这是 你好 我是六星半甜品店的老板 老板 我知道 就是小石说的 您看您真是人 不是 您是虫不可冒象 海水不可斗粮 老板 你好 你好 那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也一定知道我找你的目的了吧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在这里我会给你提供展示才能的空间 绝不干涉你的自由 当然 你要是希望成为我们的代言人 我也是可以考虑的 考虑 老板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先走一步 大猩猩 刚才老板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对了 我得赶紧给蜘蛛送水去 不对 我听见他说 大猩猩 大猩猩 你过来 你告诉我 他说什么 水没了 人也没了 他怎么都没了 我也不知道 干什么 他说什么 你 那 他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 大红车转呀转悠哟 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牵着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小伙伴 明天的好朋友